今天咱们聊聊中国未来那些即将火爆的八大城市 说不定就有你的家乡哦 这些城市不仅有着独特的魅力 更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狂奔 让人不得不爱 成都慢生活里的快马加鞭 一提到成都 你是不是就想到熊猫 火锅和悠闲的茶馆 但别忘了 这座慢城可是新经济的极先锋 未来成都将继续在科技文创领域发力 让你在享受慢生活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城市的快速发展 杭州 互联网的杭流时尚杭州 阿里巴巴的摇篮 互联网的基因在这里生根发芽 未来杭州不仅要巩固自己 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 还要让智慧城市成为现实 走在西湖边 你可能就能感受到 那股扑面而来的科技气息 武汉九省通渠的复兴之路武汉 这座英雄的城市 在意后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作为中部崛起的领头羊 武汉将依托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丰富的科教资源 未来的武汉值得你期待 南京古都新貌 未来可期 南京六朝古都 历史与现代在这里交融 未来南京将在生物医药 智能制造等领域持续发力 让古老的城市焕发新生 如果你对科技和文化都感兴趣 南京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 西安科技之光 点亮古城西安 一座让人梦回大唐的城市 但它的未来可不止于此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 西安的国际化步伐加快 同时在航空航天 新能源等领域 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未来的西安将用科技 续写千年古都的辉煌 长沙娱乐之都的产业 升级长沙 一个让人上头的城市 美食娱乐样样精通 但你知道吗 长沙的野心可不止于此 它正在悄悄地进行产业升级 特别是在智能制造 和文化创意领域 未来的长沙 或许会成为你梦想起航的地方 合肥 科技之城的逆袭之路 合肥一个常被低估的城市 但它在科技创新上的实力 却不容小觑 量子通信 人工智能 这些高大上的科技项目 在合肥都有落地落 未来 合肥将继续扮演科技黑马的角色 让世界为之侧目 苏州 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苏州 古典园林的代名词 但它的经济实力 同样不容小觑 作为中国最强地级市之一 苏州在生物医药 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 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未来的苏州将继续在古典与现代之间 寻找平衡 创造出更多令人惊叹的奇迹 这八大城市 每一个都充满了无限可能 它们或许正在经历转型的阵痛 但正是这些挑战和机遇 让它们变得更加迷人 未来一来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并参与到这场中国城市的真香盛宴中吧 说不定 你的家乡就是下一个爆款城市哦